大家好,我是桑普,今天讲罗冠聪 罗冠聪离开了民主峰会 也可以说,没有停下来 在美国的民主峰会上发言的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受邀请去到世界人权日 发言 这个星期 再次游走在华盛顿 在这个星期二 就是在12月10日 在这个 民主峰会发言 在星期二 12月14日 就出席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的活动 摆明就是境外势力、外国势力 就讲了两个字 吹咩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罗冠聪的做法 流亡 海外的罗冠聪说 今天的香港不再是逃亡者的救赎 香港已经沦为了中共治下的棋子 什么叫做香港不再是流亡者的救赎呢 大家看一看大途讲这本书 问一问我们的父辈、祖辈们 就知道 当时候他们走了一次 离开了中国 而辛辛苦苦来到香港 有的 好像黎智英 是由澳门过来香港 有的 就要游泳 后海湾、大鹏湾来香港 有的要走过不同山 首先要跨越一个 堪称 类似 被柏林围场 就要死得更多人的深圳河 攀过新界的不同山 抵雷政策 进入香港 所以告诉大家 当时的情况 是相当惊心动魄 很多香港人 接制这些这样的 同胞 可以这么说 他们的大中华意识相当强 但是这种也是人 对于人的关怀 和共感 在这个情况下 罗冠聪说 今天的香港 不再是逃亡者的救赎 香港已经云为中共治下的棋子 它由一个救赎之地 福地 大家可以生根发芽 安居落叶 在这个借来的时间 借来的地方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家庭 已经 不是一个地方 他已经成为中共治下的一个棋子 罗冠聪 更加補充说 这个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逃到香港的那一代 认为香港是希望之城 一个避难所 一个asylum 现在就因为政治迫害 越来越多人是逃来香港 在其他地方寻求asylum 寻求避难 罗冠聪在讨论会上强调 香港痛失民主 这个悲剧值得西方 吸取教训 他说 过去20年 西方对 威权的中国 即专制的极权的中国 泰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是直到最近才看清了中共的本性 他说 人们必须 以看待生命生存危机 气候危机 核武扩散一样 看待中共的本性 香港 在一年之内 在港区国安法实行之后 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自由 早前 亲中的传媒指罗冠聪 在美国肆意散播 有关香港的失实言论 港府表示 罗冠聪完全罔顾事实 颠毒黑白 他的言论 必须以严厉的斥责 以上就是 美国的自由 亚洲 电台粤语 粤语版的一个报道 你发觉 罗冠聪的这番说话 我也是相当 横槍有力 他不止在民主峰会 那么 慷慨激昂的支持 而且在这个 NED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上面 更加有相当清晰的说法 将 我 和很多评论人 一直 讲的一个论调 要重复 这个当然 他不是抄我 是印同此心 心同此理 不要说他勾结我 当然我们两个是认识的 但五行提提 你这样的说法 不讲到人之间 对于一件事物有客观的判断吗 这么简单 这个客观判断 大家都有所共感 所形成 他也看到 罗冠聪的Facebook最近很精彩 他贴出一幅图 他就说 香港人 再帮我赢一次 一个虾笑 12点19 12月19号 然后有很多 就是那些叫做 青蛙 就是那只 那只年灯珠 那些东西 没有年灯珠的 年灯的那只青蛙 放下来 这种东西是很离谱 那就是用这个方式 粗制滥足的方式 将抗争的文宣 改头换面 那罗冠聪就说 到底中共有多想香港人投票 可见一班 那这个地方 无所不用其极 用骗的方式 去骗人家的投票 骗鬼吃豆腐 那你告诉你 是否被人骗 你喜欢被人骗 就是投票 就这么简单 那罗冠聪很清楚 就说 至于香港人 应该在星期日做什么 相信见到中共狗急跳墙的大家 不用呼吁 杜食制度做什么 懂了吧 OK 不讲白了 接着他有一篇 我觉得更加 令我感动 他 就是写了一篇 两天之前 写了一篇 文章在他的Facebook 去读给大家听 支联会 曾被誉为民主派的保守势力 六四晚会和悼念 曾被批评行礼如宜 如今两者都在历史巨浪之下 被推到政治暴力的最前线 一场本应遍地开花的悼念 一个并不存在的集会 即被以接近莫须有的罪名审判 出现即煽动 现身即呼吁 点觸即集会 我们除了看见到法治伦络和荒谬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些朋友 在面对政治暴力前依然顾我 而他们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黎智英 何桂南 周恒彤三人 为了捍卫六四作为一种集体记忆 公义和自由的追寻 在法庭奋斗到最后一刻 他们的态度和陈词 让香港人清楚了解到 这次审判的本质 名义上是检问他们 参与一个被禁止的集会 但实际上 是封锁六四的记忆 消灭与六四相关的 最触目的政治活动 就是六四触光维园集会 这是周恒彤的第一次判议 若即将面对 关于支联会的国安法案件审判 在昨天的程堂的陈诚信中 他提到 在整个审讯中 最大的不公义 依然被隐藏 和未被提及 就是谁在这些年里 真正引起数十万人 在6月4日 聚集在维园 他们是32年前 在北京的兇手 以坦克和机关枪 蓄而为之 在黑下的审判和判刑当中 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意义 历经新的演化 这个不再是 时日过去 后变得疏离的痛苦 这是一场 横跨历史 空间和身份认同的 镇压 他就说 在 劳冯聪就说 在中国 人权捍卫者 不断被非政治化的罪名 例如 商人 逃税等等 懲罰他们对共产党 产生威胁的政治活动 在香港 以法治之名 审判 低法集结 以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之名打压政治活动 也是同样的理由 行同的最终发言 是概观论定地指出 这是一场政治审讯 对受害者的审讯 唯有 在面对 政府 更沉重的判认时 坚持将 审讯的本质呈在世人眼前 才能对抗政府企图将审讯去政治化的企图 令悼念最瑞利最清楚政权的意图被体见 他们将审讯变成对暴政的审讯 并且在历史书上由人民作最终的决定 阿兰说 不论用什么法律延迟堆砌都好 今天对我的判认 都是对每一个在2020年6月4日 维远出现过的香港人的判认 只有 以献身精神 驳斥香港无稽的司法打压 我们才有这么大 为受害者证明的可能 他们每位冒着 在牢獄多代数月的风险 来换取改变香港 世界舆论的可能 这个就是勇气 黎智英说 如果纪念死于不义的他们是一种罪行 那就将罪行加注在我身上 让我承受懲罰 感谢他们的同事 我们也必须敲问自己 如何将这种勇气传承下去 启迪一代又一代坚持理讯呢 只有这样 千千无悔他们的付出 我心有戏戏言 他最主要是这个大灾问 也是身处在 香港以外 离散的香港人群体 应该去做 大家 顾好自己之后 行有余力 去做多一点 我再多说这个问题一次 如何在这种勇气 将这个勇气 传承下去 启迪 一代又一代坚持理想 这个就是我做节目的原委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在台湾到和香港到做政治平台的原委 否则我可以做个律师 好这样继续赚钱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意义 而这个 他在关键时刻 是需要人家这样做的 很多我们的同道 无论他在光谱到哪里 都是积极 奋进 我希望 彼此支持 互不割席 我们或者意见有不同 但我们希望 彼此牽手同行 因为我们未来一定是好的 再次多谢罗冠聪 的精彩的演出 演出 就是演出 一个show OK 他不是做假戏 他是将真心讲出来 是一个performance 是一个show 在show里面 不是做一个假的演员 No 他不是artist 他不是一个actor 他是说什么 Activist OK 行动者 他通过他这个show 这个演出 能够将 在民主峰会上 12月10号 12月13号 在这个NED上面 美国民主基金会上面 慷慨沉词 讲出这么清晰的说话 我们万二分的多谢 也都希望他能够发光发热 在英国 有很多年轻的一代 无论是罗冠聪 无论是 郑文杰 南少巴 或者其他 不同 瓜的香港人 希望大家英国 也都知道 我们面对的中共 只有一个 希望大家 在一些基本的认识上面 能够 联手 一起做 我希望不止英国的一些 团队能够同心 民间五颜 台湾 英国 美国 加拿大澳洲 都能够同心 彼此同行 能够在这个地方 更加能够聚集力量 我身为 台湾香港业部的理事长 也都将了双手 与很多海外的同乡会 彼此 共同 互通 互通 互通有无 希望 将我们的行动 连结 我们的心 连结 我相信 2022年 就是一种 比在2020年 2021年的低潮期之后 开始 整顿在海外 开始连结的一点 我希望 会由 分散 变成 最后的力量 保持自己 和人家的政见的不同 我们知道很多大中华交 很多泛民 很多的一些 所交 但我们 仍然在 反共这个大前提之下 齐手同行 牵手同行 我们希望 一起加油 一起做下去 多谢大家